- 开始了 - 现在有声音 - 我们现在在住的门口 - 我说要讨论一下拍摄行程 - 我说那就把这个拍摄录下来吧 - 因为总是有些正义 - 所以这样录下来就比较清楚 - 七号 - 今天六号 - 这是我们来非洲的第一次开门会议 - 然后就去讲吧 - 就在阿信后续怎么形成 - 没有啦 - 因为我们之前来了之后 - 我是觉得我们的拍摄 - 也没有一个整体规划嘛 - 就容易有一些问题 - 例如说我们可能出门了一趟之后 - 又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 但是实际上我们跑了那么远出去 - 可以把周围的地方拍了辐射一下 - 没必要就是来回这样子跑 - 这样时间很耽误 - 然后人也很疲倦 - 主要是司机疲倦 - 坐车的人 - 也疲倦 - 也疲倦 -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后面怎么进行 - 我的想法很简单 - 就是说我们先拿一个时间出来 - 把首都都拍完 - 然后我们就计划好 - 往下走 - 往下走 - 就出去 - 出去的话 - 去哪些地方 - 就都给它计划上 - 然后我们就 - 一直拍完了这个计划之后再回来 - 我是这样想的 - 回来之后呢 - 这边如果还有一些新年世道的资源 - 或者什么呢 - 我们留出一点时间来 - 再把视频补充拍一下 - 然后如果这个其中 - 能够有周边的国家的 - 我其实觉得也是可以去的 -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 哦 - 图问你的想法 - 然后这个视频录下来 - 就是主要看一下 - 因为总是细节上有些争执嘛 - 然后录下来就看一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 这样比较公平客观 - 但是这个规划俱交怎么做呢 - 我肯定做不出来 - 只能老程做 - 还有几天 - 还有二十四天 - 我这边看地图 - 其实就几个主要大的地方 - 北部就母猪猪 - 嗯 - 母猪猪肯定要去的 - 嗯 - 这是主要三个大的地方 - 就是母猪猪 - 里冬归 - 然后布兰泰 - 然后四一等的地方 - 四一等的地方 - 四一等的地方是 - 母亲吧 - 这个 - 母亲吧 - 然后这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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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 - 二线 - 然后这个 - 母亲旗 - 二线就可以去一线的 - 过程中去拍了 - 嗯 - 那就画区嘛 - 画分嘛 - 这边画分嘛 - 南部 - 哪些归到南部去 - 再往南部走的方向去 - 就拍了 - 然后哪些归到北部 - 又往北部 - 这就是母猪猪和布兰泰尔 - 是必须要拍的 - 中间可以停顿一天 - 哈利洛龟是必须要拍的 - 中间可以停顿一天 - 就二等城市可以中间停顿一天 - 在那边睡一天 - 然后再去下一个城市 - 然后直接往大城市去嘛 - 譬如说 - 譬如说我们要去布兰泰尔嘛 - 可以从这边上走 - 去这个 - 这个 - 然后直接去布兰泰尔 - 林彼 - 譬如说 - 要往北走 - 去这个 - 可松鼓 - 然后再去那个 - 这中间都可以停留一晚上 - 停留一晚上 - 住一晚上 - 住一晚上 - 刚好 - 刚好我们可以贴湖走 - 也没那么累 - 可以在湖边睡一晚上 - 因为本身就是风景区 - 刚好拍拍风景区 - 西洋跟照霞 - 拍一拍 - 拍一天也足够了 - 如果说确实好拍两天 - 反正要看情况 - 关键专备要戴上 - 如果要出远门就专备戴上 - 哪些不用带装备的呢 - 如果想去沙利马湖边玩一下 - 可以不带装备 - 因为就一天多 - 但如果想住可以带装备 - 然后母亲戚可以不带装备 - 母亲戚我们去过吧 - 就是玩左 - 就是边关也可以拍一下 - 然后往南往北都要带装备 - 就是 - 比如说我们如果后面要走主线 - 不走那些 - 那就要带着装备 - 就要走主线 - 有些这个大方向是同不同意 - 不是 - 我现在是有一个 - 我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 - 具体时间规划 - 不是 - 因为它其实周边都有那些交界的国家 - 都有交界的国家 - 就包括像我们昨天 - 其实就已经去到边界边关了 - 去不去 - 就是说到底 - 对 - 我的意思是说去不去隔壁国家 - 去不去隔壁国家 - 怎么去隔壁国家 - 它们都落地间一脚跨过去 - 回来了 - 然后就去一下 - 然后就回来 - 所以这个- 爽一下 - 不是爽一下 - 不是爽一下 - 所以才问说 - 周围有没有一个或者两个国家 - 是我们觉得要去的 - 然后也联系得到人能去的 - 如果能去的话 - 联系得到人 - 你也得想想 - 它不是在边关 - 它有可能你得开七八百公里 - 所以就说如果真的要去别的国家 - 哦 - 我过去了就有人接到 - 而且回来之后还有签证的问题 - 对 - 这个没事 - 这个我们可以 - 那么你就直接飞过去 - 飞到那个地方 - 你开车又在路上 - 我觉得是这样 - 你先看看国内 - 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建议 - 不过开车也还好 - 两天 - 我们顶多分两天都还好 - 因为上次开了一千多公里 - 一天搞定 - 就是说先看一看 - 刚才那个行程 - 现在能不能马拉维京拍完 - 能不能拍完 - 还能有很多时间 - 马拉维京拍完 - 那你如果去北部 - 你就直接去唐山林安 - 对啊 - 就是说先 - 先看一下这个时间 - 够不够用 - 能不能拍完 - 如果说拍完 - 还有很多时间 - 我们可以考虑要不要去别的地方 - 那就这样先细分嘛 - 首都你需要拍哪些地方 - 需要多少天 - 我们先预计一下 - 然后首都完了 - 就直接测 - 直接去北部 - 北部需要多少天 - 要不要去跨国 - 需要多少天 - 好 测 - 对啊 - 就是这样的 - 假如说我们要跨国 - 需要这样的 - 那你告诉我李龙龟要拍什么 - 先不说跨国嘛 - 先说就是国内要 - 我们先把李龙龟先搞定 - 因为国内肯定要拍清楚 - 对啊 - 你不可能没拍完你就走了 - 现在国内先看多少时间 - 然后再讨论要不要跨国 - 不是 我的想法跟你们有点不一样 - 你去 - 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 - 我们首先要讨论说 - 哪个地方可以跨国 - 讨论好之后才能 - 才能把整个规划画画出来 - 不用讨论很清楚的 - 母亲去跨国嘛 - 北部跨国嘛 - 南部跨国 - 你还有哪些跨国 - 就算呆角了 - 没了 - 呆角昨天不去 - 湛比亚你又不肯定去啊 - 我知道 - 你们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 我的意思是说 - 我们跨国 - 我们不可能跨这么多国 - 湛比亚我们肯定就不去了嘛 - 因为我们去了 - 因为我们去了 - 对 - 那我们的选择只剩下两个嘛 - 就坦桑和莫桑嘛 - 就坦桑和莫桑 - 就坦桑和莫桑 - 我们就说 - 有没有可能两个都去了 - 还是说 - 就你现在知道的情况来说 - 可能其中去一个比较合适 - 你想怎么去 - 飞机还是开车 - 打比方 - 这都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 这都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 那你不用说要讨论多大 - 你就说怎么去吧 - 如果是开 - 我不知道啊 - 所以就说假如说打比方说去莫桑 - 那去莫桑的话呢 - 我们到底去莫桑的什么地方 - 那肯定就是哪里有人去哪里 - 我们是不是先应该讨论好马拉维啊 - 不是的 - 你首先有一个宏观的概念来计划这个事 - 你都要讨论到莫桑要去哪个地方拍了 - 你马拉维都没有讨论好要去哪里拍 -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前后关系有问题 - 不是的 - 你马拉维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 马拉维我们可以把尼龙龟讨论完 - 这个没关系 - 但是尼龙龟这个太好讨论了 - 所以等会讨论了 - 现在讨论都没差 - 你的意思就是说 - 北部的或者南部的那些城市不一定去 - 我不是这个意思 - 而是你去的 - 而是你去 - 而是你去 - 明白 - 既然你肯定要去 - 那能不能我们先看看北部和南部 - 如果要拍会花多少时间 - 对 - 对吧 - 你先看国内大概花时间 - 里龙龟要多少时间 - 里龙龟你要拍哪些点 - 那我们先讨论时间吧 - 你看里龙龟假设 - 先讨论时间 - 假设一桌 - 然后上面那个城市一桌 - 因为中间还有停嘛 - 一天一天的 - 下面城市一桌 - 三个 - 三千二十一天 - 二十一天过去了 - 还剩下几天呢 - 没了 - 所以就是 - 应该是这样一个讨论吧 - 看不见眼睛 - 反正都录下来了 - 看不见眼睛 - 有问题可以自己 - 回发视频看 - 你这是趁机发标吗 - 没有发标 - 在视频上不得 - 他以后都要发个视频 - 他拍视频态度明显不拍视频 - 谁说 - 谁说 - 谁说 - 非得弄个视频 - 接着一下 - 利龙龟你们就要拍视频 - 视频道清楚 - 看有问题在哪里 - 我们先讨论利龙龟的拍视时间吧 - 然后现在你们说拍什么吧 - 我先这样说好不好 - 假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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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间 - 我们愿意在利龙龟花七天的时间 - 假设我们往北走 - 到蒙兽祖 - 我们愿意花七天的时间 - 这七天包含的中间 - 有了三个点 - 或者国家公园 - 一路上 - 这边停一天 - 那边停一天 - 到那边再回来 - 再一个三天再回来 - 所以七天 - 我觉得时间会比较合理 - 再往南部 - 就是那个最早原的首都嘛 - 那去不了别的地方 - 七天 - 你这说的明显不合理 - 你这怎么合理了 - 怎么能凭自己的想象 - 说我往北走 - 我愿意留五天时间 - 当然不是这样的了 - 是你去北边 - 你到底停哪个城市 - 但是可能是要花多少时间 - 我应该规划出来 - 而不是说 - 我愿意花五天时间到北方 - 对我同意 - 我只说大概是 - 今天让我们再细致规划 - 不要去讨论北部 - 我们刚刚说了 - 我们讨论逆龙龟 - 就讨论逆龙龟 - 否则你这个无休无止 - 先把逆龙龟讨论完 - 怎么又讨论到北部了 - 怎么又讨论到北部了 - 好 拍什么 - 那我说 - 说逆龙龟 - 按着你的速度来 - 说逆龙龟 - 今天是 - 而且不说今天哪 - 就是说 - 第一个是我建议拍摄是吧 - 先说我的内容是吧 - 第一 - 再把整个区要拍一遍 - 这要花一天的时间 - 要一天吗 - 要啊 - 你所有区都拍 - 你不用说所有区拍吧 - 你就这样拍拍主要的 - 我知道就是主要的 - 起码十区大使馆区 - 二区商业区 - 一区车站都还没去 - 然后这六区工业区 - 二十三 - 二十九区 - 肯定够 - 一天都不够 - 要两天的时间 - 因为你拍两个区有可能就一早晨 - 下午再拍两个区 - 然后你拍挑重点 - 对 - 这样的话我觉得至少得 - 我感觉四天 - 四天都有可能要花 - 没有 - 不是 你这个区里有些东西 - 可能穿插到别的了 - 你们不能这样来计划 - 一个区 - 那你所以就说要怎么拍 - 你是要街头街尾 - 就像二区 - 从街尾走到街头 - 详细介绍 - 然后重点去 - 重点拍一拍 - 那样的话 - 一早晨有可能就一个区 - 一上午最多 - 一早晨两个区 - 一天最多四个 - 不是 我这样来说 - 其实我们要拍摄的东西 - 都是在这些区里面的 - 对吧 - 我们拍的所有东西都在区里面 - 对啊 - 那你手都不就这些区吗 - 对啊 - 拍拍区就结束了嘛 - 对 - 对 -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这样子来计划 - 先区还是先正点 - 我们应该是这样来计划 - 我们应该是说 - 我在播出的时候 - 我肯定是让大家有一个大的区域的概念 - 还是说 - 我本身就是按区展示给大家看的 - 那如果我是按区展示给大家看的 - 那我就今天好 - 我要拍的这几个点 - 在二区里有 - 我就把这几个点拍完就可以了 - 我同意按区来拍摄 - 对吧 - 按区来拍 - 我同意 - 那我们就不需要开着车 - 整个区都跑一 - 都先乱七八糟的跑一遍 - 对啊 - 对吧 - 那你就一个区一个区来嘛 - 就一个区一个区的扫荡就可以了 - 对同意 - 这个区里有什么内容规划进去 - 这个区有什么内容规划进去就可以了 -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跳出区的概念了 - 先说我们要拍什么 - 当然结合区一起了 - 那就是我们把要拍走先落下来 - 然后你再看说这个属于几区 - 这个属于几区 - 这个属于几区 - 好吧 - 你先写那些东西 - 那就是我们就是开学校拍音乐 - 我觉得时间上可以这样来讲 - 不要讲时间 - 先讲不要拍摄的内容 - 有些东西你还得按顺序排好 - 像这些医院啊学校还得稍微联络一下 - 对 或者你只是浮于表面 - 对 - 所以我们就把现在觉得符合我们这个主题要拍的 - 先列一下 - 先不要讨论别的 - 不不不不 - 坐下来 - 坐下来 - 你先列啊 - 现在是讨论不列 - 直接说 - 不 但是要写下来 - 不是就是大家 - 因为你是主角 - 你了解这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 - 你先写一下吧 - 你说我写 - 学校医院还有水电 - 那个什么水电厂 - 是吧 - 水厂 - 水厂 - 电厂 - 电厂 - 电厂 - 医院 孔子学院 - 电厂 - 孔子学院我觉得这个 - 孔子学院先答一下 - 可能能延伸出东西 - 对啊 - 医院学校 - 孔子学院水电厂 - 还有什么 - 还有你刚才联系好的工厂 - 还有之前哪个华人能拍的 - 工厂还是华人 - 金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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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都是水电厂 - 工厂都可以拍到 - 工厂都可以拍到 - 你想拍都可以联系一下 - 都可以拍 - 这都是水电厂 - 那你得拍无限颜色 - 所以我们不能 - 拍一拍吃吃饭 -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 -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 -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 - 我们先讲好 - 还要拍什么 - 商业区我们算是拍完了吗 - 工厂一大堆 - 你想拍几个 - 对 我们等会再讨论细节 - 先把工厂放进去 - 那你这样说 - 学校也一大堆 - 医院也大一堆 - 你就搞清楚 - 你这个专题是像人家 - 介绍学校的吗 - 不是 - 那我就不需要这样子来拍吗 - 对吧 - 好 - 我就说了这个我的意见 - 是倾向于经济的 - 就是关于这个国家经济的 - 还有什么 - 医师住行吗 - 你写的吗 - 对 - 市场 - 黑人市场 - 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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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市场 - 还有那个车 - 二手车 - 是吧 - 写 - 你写 - 还有什么 - 说 - 我们不是那个 - 我们那个算拍完了吗 - 卖芒果的批发市场 - 卖芒果的批发市场 - 算拍完了 - 就不管了 - 是吧 - 芒果就一代而过 - 也不是重点 - 对 - 就是批发市场就拍完了吗 - 还有什么 - 说 - 还没有想到 - 你根据一下 - 医师住行啊 - 医师 - 哦 - 医师 - 服装就中国人那边低等啊 - 要不然去超市拍拍高端的 - 这就是一一嘛 - 是不是 - 你商业区其实就是一一的部分吗 - 二手的 - 哦对 - 它们货柜还需要抢吗 - 还有各种各样的 - 还需要抢货柜 - 还需要抢货柜 - 不需要了 - 一般各样的 - 那么现在衣服是怎么来的 - 你都说要看卸货柜卸一个吗 - 要不货柜卸上去 - 写个卸货柜 - 在市场里面 - 对吗 - 不在市场 - 写到残庫里面 - 哦 衣服从开始到这儿 - 一直到卸货柜书里面 - 这一句就这么说 -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 那你们卸货柜写一个 - 写货柜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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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他们怎么怎么 - 物品检查 - 怎么清货柜 - 最后怎么过来的 - 物品的流程 - 从早上嘛 - 一直卖到 - 闙货柜写的 - 那么锁柜都锁了 - 所以我们叫滑将 - 写货柜写一个 - 有些不要的人就不要 - 哎, 蟹子我也忘了 - 你写了蟹子怎么写 - 算了写货柜 - 就让你写货柜 - 你写货柜 - 你写个蟹干啥 - 那你看到了啊 - 程师傅态度不好 - 下一个 - 下一个 - 下一个 - 办事效率太低 - 下一个 - 这你们谁还办 - 我什么 - 我没办什么 - 我没办什么 有几个了 你别管有几个 你先把想到的先列出来 不拍的不要的丢掉 我点了几个菜了 只是问一句 你看有几个了 你说就完了 这个没法学 我没有想到心的 不是刚才你写了 你到底写了 你到底写了没写 哎呀不要了 又说相对地 又总是想着去 去抽烟干什么了 就做好 这有八个了 做好 不是 我烟了 不要了 先把事情做完 我觉得这个事情 饭店 永哥那一算拍过了没有 算拍过了 经控局也都拍过 永哥那边也拍过 要不要印度餐厅拍一个 要不要法国餐厅拍一个 你就可以拍 反正你本来中午吃要吃饭去 这个不耽误 那现在吃饭都得注意 每个不能吃的不要乱吃 为什么呀 浪费名额 浪费时间名额 没懂 好好好 该他也不到你们的点 好来 再下一个 没有了 小的 房子 房子 他把印度人住的房子 多好看啊 印度房产 这样写一写 这就十个了 然后又没高端的住宅 你像这中国的每个人住的都不一样 有些在共产 有些在这边 有些在那边 然后没去停电 没停电 这个房子里面有人认识拍吗 我不知道 这又不归我果 好 现在几个了 十个了吧 已经十个了 还有想到新的 没有想到新的 我们先 一直住行 行的就摩托车 自行车 市场 二手车 还有新车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各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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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 自行车 街头去采访三轮摩托车 这事挺复杂的 哪个别人来拍 还想拍清楚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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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得我擦气了 哎哟 你哪笑了 直接 直接擦气 笑得擦气了 气 擦气了 擦气了 太多 是 笑着 快过来 你们给我过来 太不笑话了 你们这些人 说啊 然后那个就是 去商场超市 不敢写 写 写 是啊 有多少个shopping mall 大大小小 新开的 旧的 昨天晚上 才简单拍一下 外观怎么烂拍了 你想拍还想拍 可以仔细拍 你们哪拍了 几个shopping mall 二区还有 三区还有 四区还有 711 不需要拍那么多 就代表新的 以前出去 会天天拍超市 那不是没有你在吗 有你在就很深入了 能拍深入的 谁去拍超市啊 我之前跟大家说 两百个国家 大家就笑话 所拍两百个超市吧 是啊 好 饭定先这么多吧 这些我觉得就够了 不是 是真的够了 是真的够了 今年就在这住手了 但是这样还是有一个问题 不是 阿肯回来一个 你们走走 先走个地方先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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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阿杰 无所谓的 主要是叔叔 每天跟我们做饭吃 那没事 叔叔也 好辛苦的 那你可以动手啊 就像 你把饭洗了吗 叔叔你好辛苦 你把饭洗了吗 你把饭洗了吗 我洗了饭好不好 我今天洗了两个饭 你们两个谁没洗过饭 肯定是你没洗过 昨天晚上洗了一大堆 一共有十个了是不是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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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都有理由的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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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所以说嘛 那又没叫你洗 这样耍了啊 耍锅 断裂 对啊 我在家里都干了 对啊 那为什么过来不干了 我干也要干也没不干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可以 顺便自一下手 然后我继续写 这什么手 那这样的话 大使馆区 那个区 那个区有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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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近一点 大使馆区 大使馆区 有很多大使馆 然后有很多漂亮的住宅 那就是属于房子 然后也有吃的 以前那边有一家 像那些韩国 就真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开位置 都很难找 可以 很难找 可以 这么说 你这么说 这么说 我觉得区还得大概转一转 因为这些东西未必吧 所有的区都软廓了 你挑有代表性的 还真 拍音乐也挑有代表性的 拍学校挑有代表性的 对啊 你当时就把区先大概转一下 好 意思就是说 不用49个区全部拍 那肯定呢 那肯定 那你就二区 二区肯定转一圈了 那二区又不大 是不是 好 就这样决定 好 那匿隆 没有了 能在下面几个层 你先说完 你不能先说匿隆 匿隆 匿隆已经说完了 你这些怎么安排 你告诉我 哎呀 这些什么安排 再说再说下一个 再说 你再说 你再说完一个 刚才说别 可以 可以 我觉得这样拍很简单 这十个点 比如说 挑有代表性的 假设我们都挑一个 是不是 只是挑一个 这就有十个了 是不是 这十个 如果说你其中有的 想要多拍一下 或者怎么样 时间会非常长 因为你一个拍一天 就十天 所以说 所以不能这样拍嘛 已经那位 一个点了 所以 所以我来安排 不不不不不不 我觉得没有 你看像我们跑回去又跑回来 跑回去又跑回来 然后知道 这是装备没带 装备带了全部 想去哪里 直接走 没有什么装备带没带的问题 我有充电器 我就租到那你就可以了呀 那不就装备没带吗 我带了充电器啊 不争这些 手机能充吗 不争这些细节 无人机能充吗 不争这些细节 那没有这样的 就是随便 又跑到你住了 还是又跑回来 你就多带两个设备 不是我管啊 所以我就说 都没你清楚嘛 先说现在的情况吧 好不好 不说之前的事情好不好 行不行啊 五年前的故事也不要拿出来讲 先说现在的情况 那以后不讲五年前的 现在有十个地方 对不对 假设一个地方拍一天 就有十天过去了 同意吗 不同意 有病吧 这十天过去了 哪有这样乱规划的 你饭店肯定是吃饭的时候拍呢 这早就应该做计划 跑到这里来拍了六天的 再开始做计划 观众朋友要消失了 六天没拍到东西吗 哎 很充实好不好 是啊 航拍的三块电池 说真实吧 别说一句正事 添两个住脚 然后把住脚 来说真实吧 好吧 我先把 坐下 我求你了 坐下来吧 不要讲两句话 又想着去抽烟 今天11月6号 今天中午去哪里吃饭 然后就拍那个 这样讨论吗 这样讨论 讨论好 然后 讨论好 这样吧 能不能让我来主持 算 咱们现在有十个地方了吧 一家 哈哈 哈哈 一个小屁股 放痒 这就是放痒啊 放痒的力量 谢谢 我说了 你这几个如果都要拍的话 每个都是一个重点拍的 选出一个特征了 对不对 选出一个特点了 假如照一个的话 这一个特点至少要拍半天的时间 我不说 你往前说 当然如果有的说吃饭什么 你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顺便拍了 那没关系 那个单不可以列出来 但是比如说现在举这脚 我先一个一个来 不是举这 直接来说的 我不滑了 学校要拍半天吧 要 医院要拍半天吧 哎呦不要这样计划 不不不不 你这样子不行 你这样不行 这样乱的套了 不要这样来 不要这样来 我是先给你算时间 后面这备注 后面这备注 给你算时间 然后再把它塞到这个时间 直直撑上去 就是这几个东西要拍了 大概一个时间段 这个是长那个绿条 然后把这个条条上放进来 蘸满绿条 这时间就拍完了 这没错吧 哎呀我觉得要不这样吧 好吗 我觉得这样吧 不要讲这么复杂的 五天全部拍完 不要讲这些了 你不能这样 说一句话就会 我可以的 可以的 就让他去想 怎么样安排时间 哈哈哈哈 我们只有五天时间 这些全部要拍完 哈哈哈哈 你这样不行啊 这样可以 我还得去买电话卡 还得去问流量 还得去存钱 哈哈哈哈 我求你们不要讲这些废话啦 我没讲啦 他还在讲 今天中午拍吃饭 好吧 我还是这样来吧 我求你了 哪天不吃饭 就乱了 张佑芳 就这样说吧 好不好 不要啰嗦了 你想去哪个 今天中午吃饭 法国或者印度的 是吧 你想有特色的 印度 讲好了 今天下午拍谁 今天下午拍什么 今天下午拍二手车呗 重点啊 喜欢啊 二手车拍二手车的同时 你觉得还可以再拍别的吗 我觉得二手车不可能用一下午 可能 用一下午没有价值啊 你拍四个小时 你能播四个小时吗 那去一区再转一转 二手车属于一区对吗 在一区附近 一区还有什么内容 黑人市场啊 你想拍多清楚啊 黑人市场是吧 好 那就今天下午拍 二手车和黑人市场 好不好 你说了算 不是 你说了算 还有车站 车站也在那 我看消息你说了算 没事没事 没事 说一下 继续 坐下来 坐下 没我什么事呢 赶紧坐 怎么没你什么事啊 好不容易把本子抢过来 又抢回去了 不是我们这样清楚啊 你看这样多清楚 你让这瞎起巴乱 这个半天 这个半天 你又不知道谁和谁在一起 逼掉啊刚才 来 然后是不是就该吃晚饭了 晚饭我们在外面去继续拍摄 还是回来吃 想好 怎么不打话呀 我告诉你 不应该这样 因为你的中间主 会有各种突发情况 你应该先把每个事情 先模块化 这个医院要花多长时间 这个什么要花 不是这样的 十年要拍 你看 我是必须要去拍的 我举例来讲 我举例来讲 哪个省时间 哪个来 时间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 你这样怎么会省时间 黑人市场跟二手车在一起 如果按你这个表格的话 你就会都 你就半天了 半天了 结束了 你这样不对 你是根据具体情况 你那样时间就多了 你这样有可能十天 然后到时候后期也不好规划 比如说我说到医院了 我们就会说 比如说几个名字叫一号医院 我们就把一号医院列上的 我们自己的拍片行程了 刚才只是说大概的东西 你医院到底要拍一号二月 还是三号 那你一伙不还得穿插这个时间 安排到那边 我这个分配方法没问题 我这样才是最 你相当于在做行程 谁出门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十个主题 我们不是要都拍吗 那这是十个主题 先写 先选出 我们可能有一些 有代表性的工程 比如说金矿 我们就写出来 先把具体要拍的东西 写出来 我们现在就是在写具体的东西 写出来之后 再把它往这个时间线上放 我们现在就是在写具体的东西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就按我的思路吧 哎呀 做主的人越多 越没办法推进事情 你坐下来吧 我已经不说话 哎呦 他这么说干什么呢 没有他说的也多 你懂吧 他就把这个东西 多少时间到时候放时间轴上面 我这个就没错 我这样安排没错 干什么呀 因为他这样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下午要去哪拍 他有可能会遗漏 或者什么 我怎么会遗漏呢 我是对照着这个表格上来说的 我怎么会遗漏呢 哎呦 你安排吧 我就说今天晚上 那晚餐你们要不要拍 晚餐要拍的话 去哪里拍 还是回来吃饭 还是说你还有其他的什么事情 这个谁能安排的好啊 就是说 这位置啊 好那就是说晚餐 如果能在外面吃 还是在外面吃 然后就可以开外面了 是不是这样 那样要花好多金费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先讨论出谁 就是这个东西 你做主 就是听你 别人只是提意见 因为这样会有一个争执的问题 就是说到时候这个东西 谁做主 最后 拍摄 我做主 不讨论了 因为我有我的意见 不讨论了 现在做这个行程 我来做主导 不是我做主 是我做主导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那我们还要一直讨论 那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讨论出 一个该拍摄的方案呢 一会就讨论出案了 我开车 您说 就是你做主的话 就是你做主 不是你 不是 我一直说不讨论了 我来说 你还一直在讨论 他做主 就他做主 就按这个时间走来 按他的来 是啊 但是你还一直表示质疑 到底谁做主 到底谁做主 那意思不就是 不想让我做主吗 那我就 我没有一直 我又只是为了一下 我说谁做主 你做主就你做主 那我就知道了 我的意见 如果说 我说完之后 你不听 那我知道 我的意见 就不用再说了 因为你做主嘛 对吧 如果只是还要再讨论的话 那我肯定要坚持我的意见 对不对 这个也没错吧 对 那这个行程到底谁 现在不是谁 做主 现在是谁在规划 这个行程吗 就是谁规划 谁负责嘛 我规划不都是在讨论 问大家意见和根据实际情况吗 对啊 对啊 那我就写下去啊 那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哪里 最后如果有个人拍板的话 最后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个争执吧 现在不是有三个人吗 三局两胜啊 两对一嘛 可以 那就用三局两胜的表决方式 就是说有一个有真的地方 现在本来就是在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就不晓得再讨论些什么东西了 你这个模块化不行 这个要用半天 这个要用半天 再去讨论 你就把每天的规划去学习 这是最清楚 陈伟 你早上起来你就知道今天该干什么了 当然老师的话先把陈伟喊过来 对吧 你喊他过来 所以我就说他 他要重演 你又意见又狠 我意见 你意见又狠 你狠什么 狠什么 你又狠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 对啊 他说没法干下去了 我过去搭个话怎么了 他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搭一家西餐厅 用过来跑的 然后他还有个工厂 搭个话 对啊 好吧 坐 我刚刚讨论出来 就是三句两声 不是 那今天晚上 你觉得出去要拍的 你不是说马拉威的夜生活 就说咖啡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去酒吧呗 去一个酒吧 是 好 随便找个人 天天你 什么态 反正晚餐和酒吧 这两个是待定的 好不好 因为这个今天不去 明天也可以去 后腿也可以去 反正就待定 这个也要 这个也要 对啊 那我们就讨论明天的 我们就讨论明天的 明天 明天你说去哪里 那个金矿是在哪里 不是在首都 别想大乱 我要去拍金矿 是啊 刚刚我问你了 然后明天 你们觉得 去哪里 心中我还觉得 挺知道 但是要看这个位置 我们先不讨论 我们先不讨论金矿 我们先不讨论金矿 这些带落实的事情 落实了再说 好吧 拜拜 明天你觉得 可是去哪里 什么货品物流 清关啊 清关啊 水电厂啊 学校啊 医院啊 房子 潮市 我问你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们就先安排 学校医院这些吧 可以 那明天就先计划 学校的医院 学校的话 你们觉得 去看什么学校 还是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开始了 可以 因为别的学校 我们也 可以 我们也有 也有孔子学院的方式 对 也有院长的 联系方式 然后先联系 然后他会给到 我们一定的职员建议 对 因为毕竟教育系统 对 是的 而且还可以联系到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明天待定吧 因为这个还需要去联系 人家不一定明天有空的吗 是吧 我们就过去先拍的 你就写上了 我已经写上了 我已经写上了 如果有改变 就改变就行了 我已经写上了 我已经写上了 明天要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在几区 不知道位置是吗 想一想 好像说在那个医院旁边 远不远 不远 市区内的地方 去的地方都不远 不远 所以差别差一点也不大 对 那我就把医院也写上 好不好 医院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医院它 医院那间 你应该去拍学校和医院是吧 不是 你先讲一下 医院它不是 医院它不是分三种吗 它一种是 这个地方自己的医院 是不是 一个是私立医院 一个是公立医院 公立医院 昨天问了 不服务 但是经常断药 还有一个就私人的要拍医院 医院东西贵 但是你医院的话 你要联系人 特别去拍吧 中国 中国诊所什么 我们之前也 他说有韩国人 你姐姐说有韩国人 那你要联系人 特别去拍吧 本来就有韩国人 拍的医院 对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 医院的这公立的私立 能拍就拍 不能拍就过 那联系人吧 对 不是说你都能联系 没有 现在有背 那我得把总统背上 不是 我的意见是这样 我的意见是这样 能联系到人 我们就深入的 进去拍一下 不能联系到人 我们就拍一下外观 了解到的信息 在门口说一下 那医院现在 有潜在的 能联系到人吗 韩国医院 那个吴先生 是不是可以 只能问你姐姐 因为你姐姐就是 在这边 那反正成为 一会儿就先联系一下 那其实就是 孔子学院和医院 我觉得我一会儿 活成多了 是啊 大家明白 灵魂人物是谁 还总不能做出 还不能做出 不是 他不是不能做出 他是不想做出 那明天一天 其实也就够多了 还要安排别的吗 明天你们觉得 明天够多了 拍不完这些 很多了 你先写吧 学校和医院 很不容易了就 水电厂 其实也就是拍拍外观 说说价格就好了 这个你不可能神怒人家激发 对对对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水场和水 一些数据还是要了解 村土量 都是水了解 不是你不要 你不要 别喊 你这样子 怎么讨论事情啊 就一讲话 一直喊我 我最终也 不要了 你看是不是又岔开了 我叫什么 陈伟笑也没关系 我笑两声就有关系了 没意思啊 我不是也在骂他吗 你我看视频 我都没说话 主要你们停的时候 我就 水场和电场在几区啊 这附近 都附近 附近是几区 电场是在哪里 他周围还有什么 你估计 水场电场在一起 水场不就有水库 如果距离不远的话 就不用按照区来盘了 你不用按照几区几区来盘了 你没有 他说性质 你只说 这在那 打几区上边 我们去那边 然后开始在几区 就说下去 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才问一问 看我们这些覆盖 到底这些主要的区没有 肯定会覆盖到掉 我们目的 不是为了覆盖这些区 我们的目的 是把它 这个东西抬起来 对吗 所以 所以区的概念就已经 不用提了 那还是没有回答 我水场的电场 就在附近 三区还是四区 不是 那这样 那就这样 我给你答复就行了嘛 那就这样 那你非得逮着一个问题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他覆盖的 别的什么东西能拍 你就可以说 想一想 他的附近还有什么东西 不按照区来盘 一路水场和电 按附近走 哦 路线走 不是怎么不按区拍 你拍的时候 我跟人家说了 我说我是在哪个地方啊 听你们听你们 不是怎么跟你们讨论的事情 这么累呀 我真的是觉得奇怪了 你们这个公司能活起来 真的是个怪事 我冒一生冷害 这事情相遇那么低 这事情相遇太低了 我真是没在一个地方待过 相遇这么低 不不不不 等等 先说你以前怎么拍 你去英国怎么拍 来 他们做的计划 做的计划我不满意 你都满意 我不满意 那要不你说 如果按你来说 你英国怎么拍 哎 不要扯别的 没有扯别的 如果说OK的话 你简单说一下 然后我们就按着这个感觉来嘛 你就说哪里不对 不要扯英国 不要扯英国 每个国家的特征都不一样 有些国家 你要注重自然风光拍摄 有些国家注重历史拍摄 有些主要国家注重经济拍摄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我在英国那么大个国家 我十天 我才再去了几天 你拍了哪些东西吧 你告诉我 不要扯英国啦 英国人家有大英博物馆 马拉维也有大英博物馆 马拉维也有博物馆 昨天不是博物馆 是不是 不要扯啦 干什么呀 你们这些人 没有我意思是说 你去一个国家 那你十天 你肯定时间更短 是不是 重点拍哪些 是不是 你怎么拍的 我都说了 马拉维也有 你就说了一个大英博物馆 我这是急事啊 我不想 不是 你就告诉我 水厂电厂附近有什么 这个计划很重要 你现在既然要做计划 那我们就 有个参照吧 要不然这样写也没感觉 我就说了 哎呦 我们不打算 我也很累啊 这样我不喜欢这样 按区 那个锤子一跨篮就行了 哈哈哈哈 按区 按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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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区你这样节省时间 对不对 没错 然后这个区当中 有驾驶的东西体现出来了 你也可以告诉一下大家 这个大概是什么区 是的 这样很清楚 没错 我还问你水厂电厂附近有什么 有水库啊 水库是什么 水库也有紧张 水库就是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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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厂和电厂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水厂电厂在里程序远一点 我也没数 有些我都忘了 你懂不懂 我们得不断的接触人 发散出去 你懂不懂 是的 你这样一憋着我也 我也不 没有没有 周四的下午 我联系到水厂 去水厂 对 要看别人的时间 我联系一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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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离 嗯 笑一个吧 昨天早上我们经过了一番 你争我夺争夺控制权的讨论 那我们现在决定出门了 结果呢 结果会放到我们透明公司系列给大家看 好吧 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看大家谁支持哪一方 结果就是张鹏飞一直想要抢夺决定权 就是我们讨论说 到底这三天的时间 是用来拍摄马拉维这一个国家 还是拍摄两个国家 他的意见是拍摄一个国家 我的意见是说拍摄两个国家 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 那我可以出个镜说一下 为什么他要拍摄一个国家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离我远一点 太近了 现在我脸太胖了 本身也那么胖 我为什么要拍摄这一个国家呢 因为马拉维这个国家 对于称委来讲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认识很多朋友什么的 然后这个国家我们可以拍得稍微深入一些 其他国家我们还需要花时间去了解 就像马拉加塞加 虽然那边有朋友 但是我们真的花了很长时间 拍了没有太多内容 所以我想把精力就花在马拉维上 就这一个月 我们就认识在这拍 而且在拍的过程中呢 有很多变化的东西 所以说你不能说是 紧卡着这个实验这样来拍 然后到底能多深呢 就把这三天全部放在马拉维上 然后不要再去拍其他国家了 这就是我的意见 然后现在反正大家也听我的意见了 然后就这样了 最后这句话烧着 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说听你的意见啊 你决定权不是都给我了吗 我决定权只是决定让你把设备带好 其他的还有带商圈 然后我们分工也分好了 执行是称委 我来决定邱里来质疑 等于说你们就是逼逼逼的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啊 其实说 为什么邱里总是拍两个国家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嘛 如果拍了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新鲜感 看的人会更多一些 邱里这个说的其实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我们不花这么多时间 去拍马拉维 花这么多时间 没有人会拍马拉维 然后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的目的 所以即便是这样 可能会看的人没有那么多啊 就是说同样的内容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多的新鲜感 但是我们还是想 想尽可能师父拍下去的 我说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